早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今天11月26号的百革城报 今天的各报头版再次出现不一样的头条 尤其中文报跟马来报和英文报有很大的差别 中文报头版跟进了两条社会新闻 首先是在马六甲遭卢榜的男婴已经找到了 并在医院接受身体检查 只是警方没有透露怎么找到的 根据了解绑匪开口勒索30万令吉赎金 但是警方没有透露家属是否有给赎金 只是交代昨天晚上警方逮捕了2到3名女嫌犯 预料今天会召开记者会公布详情 另外中文报也关注一名少年演员 怀疑害怕SBM成绩考不好 无法申请奖学金 拖累单亲家庭的经济 让旁人开导与分析 否则将会钻牛角前做措施 英文报的新海峡时报用孤立的感觉 形容槟城首长林冠英的处境 早前巫统提呈禁止槟城填土动议 获得槟城五名公正党州议员弃权表态 而林冠英指控公正党出现内乱 不过公正党国州议员总协调左哈里 否认这样的说法 认为五名州议员执行党边投了弃权票 另外赞成禁止填土动议的行动党州议员郑宇周 也辞去组织秘书的职位 马来报的《前锋报》连续多天头条都聚焦在公正党副主席 努辱依莎和输入公主合照的风波 这次首相署部长阿莎丽娜将提呈动议书给特委会惩处 将来可能会被冻结议员资格 来看今天的其他新闻 随着巫统主席纳吉宣布改变历来传统 不再由熟理主席主持巫统三机构大会开幕一事 对此巫统熟理主席也就是慕尤丁 昨天在脸书贴文回应 他除了质问巫统管理层 表示自己究竟是犯了什么罪 需要被剥夺在大会上演说的机会 同时也直言有人害怕他在青年党员面前发言 不过他仍然会继续说出真相 而前新闻部长在努丁更直接点名 是纳吉害怕慕尤丁 趁巫统大会的重要舞台发表对他不利的言论 进一步削弱纳吉的支持度及党内的权威 来看下一则新闻 针对副检察司安东尼凯文被杀命案 昨天他的弟弟呢 查尔斯向媒体出示一份呢 长达19页的宣誓书 内容指出 凯文的死并非只是涉及军医贪污案 这么简单 查尔斯透露 凯文是因为知道太多才被人杀害 同时他也透露凯文生前曾经传递一只水生蝶给他 而里头的内容呢 关系到一位在国内地位显赫的人物 如今他已把这只水生蝶呢 收藏在美国一处安全的地方 那今天的城报呢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